嗨,大家好,我是阿梅 刚刚把这个大水根抽嘎 现在已经看到好多鱼在游了 因为我刚才看到里面有很大的动静 才开始抽这个大坑的 这里发现了一只狼花蟹 这只是公蟹来的,把它收了,放从里面 这里有一条青鱼鱼 这条鱼很漂亮的 你看这个颜色 把它收了,放从里面 这里好多筋骨鱼啊 一条的就是筋骨鱼 还有筋骨鱼游到这边来 大条的 这里有一条青鱼 啊,好多十九弓啊 看到了吗,十九弓 这个十九弓 我在哪里去了 这里也有一条青鱼鱼 青鱼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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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�鱼鱼鱼� 你看看 最难抓就是金骨跟火点鱼 它跑到哪里去 火点鱼在这里 它这里有一条剥皮鱼 它这条剥皮鱼蛮大条的 好 火点鱼跑到这边来了 哎呦 吓我一跳 先把鱼倒在这个水坑里面咬着 要不很容易缺氧 这里有一条十九沟 哦 金骨鱼 哇 跑得好快哦 好哦 这里又有一条十九沟 这个火点鱼跑到这边来了 哇 一只螃蟹 先抓这只螃蟹先 没想到这条火点鱼带我来找这只蓝花蟹 哎呦 一别那么烦 在这边拿着 啊 终于抓到了 这里有一条鲑鱼 这个鲑鱼好漂亮 你看 准备要烤了 终于抓到了 这条鲑鱼好贵的 都要一千块钱一斤 来 这里发现了一条红点心鲑鱼 这是我们这边的叫法 很贵的这种鱼 哦 才才弄到我眼睛都是水 你看 这个鱼蛮漂亮的 只要大条的话 一斤都要卖一千多块钱一斤的 这种鱼 上次我听邻居说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把它收了饭桶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收了几条十九公 还有青鱼鱼 还有金骨鱼 最值钱的就是这点 红点斑鱼 今天的收获不错 收了各种各样名贵的鱼 哇 那个好生猛哦 有些鱼的话没氧气都挂了 有些很生猛 如果你们喜欢阿梅的视频 记得在下方点个关注哦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 嗨 大家好 我是阿梅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 非大海鱼具的水坑 也挺大个的 现在要抽水机 把里面的水抽干 看一下有什么可抓的 走 赶紧行动 这里面的石块特别漂亮 这样的话 你有一条鱼 一条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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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的 他躲在这里面了 他躲在这里面了 把它翻开 哦在这里看到没 挺高调的 因为现在水有点回合 哦跑到这里了 头在这里 小心把他抓 哎哟 他跑到哪里去了 你要拿碗兜过来 这 下文鱼躲在这里了 看死死的躲在这个石头里面 这一块石头比较有感情 你看尝到这里 这颜色好漂亮 你看尝尝自己走到瓦州里面了 看到没 这是文鱼可贵了 这文鱼的话包周给小孩子吃的话 补血去的 特别好 你看他尾巴 你看他躲在这里 尾巴有点像凤华 你看一些这里 手是很漂亮啊 这鱼的话这样是算最大条了 很喜欢躲在石头里面的 有点像泥秋 我们把它收了 放头里面 把它放在头里面 咬着 这里发现了一只龙虾 在偷吃东西哦 再吃一条死鱼 看到没 这里 看来偷吃什么鱼来的 哦 吃成这样了 一条条鱼来的 好可惜哦 出来出来出来 把它拔出来先 我又闪缩进去 看到没 这龙虾可贵了 呀呀呀呀呀 你看他 尾巴好漂亮哦 像美人鱼的尾巴 看耍吃多漂亮 这种中华龙虾特别贵的 上次我也抓到了一只 上面满满的高 就把它放走了 这种龙虾的话应该也有一斤多 因为头重嘛 把它拿回去包粥给小孩子吃 把它收了 哇 值钱了 这很多东西 在市场卖的话 都要300块钱左右一斤 把它放 这是今天第二条收获来的 在石头上面 扫满了生蚝 好多哦 说这里有只石头蟹 这里也有一只 夹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石头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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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挺多肉的 不过我现在不想吃 把它放走 不要 别夹我的 别夹我的 别夹 啊 这里有只想螺 哇塞 好大只的想螺 哇 哇 还是满满的肉 刚才一下子说进去了 那好多肉啊 是活的哦 刚才还删到十块里面呢 哇 这个想螺都要两三百块钱一斤 我们把它收了发头里面 帮回来回去 把我肉给下来 先把它放在那里 要接下来 看这是怎么消失了 只想螺 上面还有泥土呢 应该躲在这里挺长时间的 哇 沾得挺紧的 哎呀 把它拔出来了 还喷水呢 看好多肉啊 现在这个想螺最好吃了 满满的肉 又收进去了 把它洗一下 挺脏的 我们这边这种想螺挺多的 时不时港海都会抓到的 这头还可以 今天一下子就抓到两只想螺了 又想躲了 又想躲了 头大一条上呢 我刚才在偷水坑 这位阿叔觉得浩洁一直过来看了 他在这 我刚才在石头里面摸了一条龙虾 因为水现在太红浊了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现在要找一下 因为里面的水也很深了 这个是吗 哦 尝到这里 你看这 这个是龙虾 走在这个石缝里面了 把它拔出来 哦 又躲在里面了 有点麻烦 好重啊 哎呀 太重了 哦 走在这里 把它抓起来 把它抓起来 哦 给它刺扎到我手了 哎呀 又想逃又想逃 又想逃了 啊 你看 这两个筛 这两个筛 弄到我手好疼啊 这边沿着是扎人的手好疼 哇我们看他的爪子 哇今天抓了两条龙虾 这里面应该是龙虾种来的 要不然怎么那么多条龙虾 啊 应该还有 再找一下 里面 满满都是肉哦 很肥哦 看到没 好肥呀 这只龙虾 这颜色特别漂亮 哦 还在那里叫呢 嘻嘻嘻嘻嘻 声音 有点恐怖 这样把它放在桶里面 今天收获就这么多 袋子啊 石头蟹 两个龙虾 两个响螺 还有两条蚊蚁 这两个龙虾 待会放在冰箱里面 等明天煮粥给你儿吃的 响螺虾拿来爆炒 还有蚊蚁煮个汤给小孩子吃 好不好 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阿梅的视频 记得在下方点个关注 下期见 拜拜 嗨大家好 我是阿梅 今晚带抽水机 过来无人岛这边抽水坑 因为现在发现了一个 被大海孤立的水坑 走过去抽了 刚刚抽干水 你看 边也好多盐炉啊 密密麻麻的 看 到处都是 这样剪的话一下子就可以卷一桶了 无人岛的话什么都不多 盐炉炉最多 不过太小了就不要了 好多肉在里面的 这种炉的话很有营养 你看自己又翻过来了 一下子就翻过来的 说进去了 说进去了 哼 不管你了 去翻一下 看一下有什么 可抓的 刚刚一抽干水的话 一条大货 就踹出水面了 哇塞 嘿嘿嘿 先沉点水 好大条哦 我刚才还以为一条蛇来的 把我吓一下 因为它的颜色太花文了 我不敢抓它 力气好猛 你看它的牙齿很锋利的 一旦咬住人 你看 放花 没办法抓 进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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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你看比我的手臂还粗 抓了一条大货了 这条花曼 大概也有五斤多左右 好重的 一百多块钱一斤 这么大条的 哇塞 一条狗沙 从这边抓出来的 哇 差点塞胶了 哇 看来这个水坑抽对了 你看 一条狗沙 刚刚才抓出来的 力气好大 哦 哇 哇哇哇塞 哇塞 好大的力气啊 哇塞 哦 它咬人的 所以要抓它的时候 小心点 哇塞 哇塞 脾气好凶哦 你看 太有脾气了 没办法抓它两个手 你看 好大的脾气啊 哇 哇力气 哇力气太大了 没办法 这些东西咬人的话很疼的 先把它放从里面先 哇 哇 个头这么小 脾气这么大 吓到我了 嗯 把你放在头里面吧 哇 这里有一条鱼耶 啊 条鱼来的 小条鱼 走吧 哦 这里也有一条条鱼 不一样的品种来了 躲在这里 好小哎呦 等到这里 它反应很快的 哼 不管你了 哇 这里好多小鱼耶 哇 好多斑猪 这里一条 这里一条 小斑猪 小斑猪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小条的斑猪鱼 这里 这里也有一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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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管他了 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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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下子就跑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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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呦喷我 吓我 吓到我了 我还有一些牙死掉了 原来没有 还会喷人 你看看到没 刚才在那里喷的 刚才在那里喷的 哇 颜色好漂亮 待会他会喷水的 嘴巴在这里 待会都会喷水的 刚才被他喷了一下 吓我一跳 准备说进去了 这个颜色很新艳的 把他收了 放同里面 那 现在他油了 看到没 慢慢的油过去了 这种墨鱼的话 他油的特别慢的 现在把他放同里面 收着先 你看喷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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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流水了 你看他脏我的手 看到没 脏手很疼的 你看他爪子在动 刚才在喷水 你看 这种墨鱼的话 他爪子很小的 很短的 你看 他在动 看这里 哎 哟 不知道是不是 看到我来了 太高兴了 跟我打招呼 把它先收了 半筒里面 刚才看到了一只 兰花蟹 抽水的时候 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现在水抽的干了 他都会隐藏在沙子里面的 嗯 啊 这里有一条鱼 因为已经缺牙了 你看他嘴巴还动 你看这里也发现了一只 因为今天抽了一个墨鱼坑 你看 哦 因为这种墨鱼的话 这种那么深闷的 真的很难发现 你看,现在都喷水了 你看这里在动 看到没 在喷水 噢 喷了哪里都是水 把它收了 放在头里面 你看 放在手里面都在动 看到没 这里都在动 哦 这里发现了一只石头蟹 好小只啊 走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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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石头蟹的话特别喜欢尝到石缝里面的 我们这边的话一大把 哦 这里也发现了一条天眼的海白虾 好小条 哦 弹走了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抓了一条大海蟹 还有两只墨鱼 这里有一只 底下有一只 两只在里面 还有兰花蟹啊 海鱼 不过已经缺氧了 都死掉了 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打氧 现在洗好东西要回去了 因为今晚的潮水上来很快 一下子就把这个大坑给淹没了 不过今天的收获不错 抽了四个多小时的水坑了 抓的全是大货都撞翻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安眉的视频 记得在下方点个关注 下期见 拜拜 拜拜